什么情况,什么情况,给我看看 在距离这条街道几个街区外的一间屋顶上 站着两个人,一个牧师,一个骑士 正是韩家公子和幼哥 此时幼哥一脸急切的神色,在旁不住地喊着 韩家公子听到催促 随手把手中的望远镜递交给了他,若有所思 什么人会在大清早就在喝酒啊 幼哥接过望远镜的时候,扫过韩家公子的右手 正在轻摇着一支酒杯 这里不过是他喝酒的一家酒馆 韩家公子端了杯子,就直接上了屋顶 大清早六点多,来酒馆的大多也就是歇歇脚 喝酒的真是极为少见 喜欢喝酒的人呗?韩家公子随口回答着 举杯一饮而尽 这玩意儿你是不是不打算还了? 幼哥把望远镜举到眼前问着 他的主人是谁我都快忘了 韩家公子说,幼哥调整着角度 一边又问,在哪里? 韩家公子抬手扭了一下他的脑袋 幼哥呜了一声后,又插一道 人呐,你刚才不是说人不少吗? 那是刚才,现在都死了 韩家公子说 千里吗?他真是越来越强了 幼哥有些心有余悸 此时距离韩家公子观察 到双方相遇 不过短短两分钟 你早该知道 对付这些寻常角色 他其实根本就没认真过 他常挂在嘴上的举手之牢 并不是自大 也不是玩笑话 是很诚恳了 说出了一句事实 韩家公子说 那个小伙就是段水剑 幼哥问 嗯 他这是什么姿势? 幼哥正奇怪 突然又是一声大叫 哎,动起来了 喊完这话的一瞬 望远镜已经从他手中消失 被韩家公子匹手夺过去 看了起来 大哥 幼哥欲哭无泪 没事时给自己瞄了两眼 一到有精彩剧情发生 马上又拿回去了 幼哥觉得 自己是那么的寒颤 说起来 作为一个暗黑骑士 切磋一个光明牧师 还是不具难度的 但问题是他不敢 眼前这位虽然职业是光明牧师 但内心是很可怕 很暗黑的 在二人所关注的街道上 的确已经动起来了 但令人意外的是 先动的不是顾飞 也不是断水剑 而是剑鬼 顾飞和断水剑 都把注意力放到了对方身上 眼前这局面 被二人营造的像是在单挑一样 剑鬼决心制造一下存在感 突然使出了他的大招 雾影突袭 猛然朝着断水剑冲去 然后断水剑对此突袭却依然从容不迫 就在剑鬼动作的一瞬 他也已经做出了行动 他飞快地向左跨了出去 顾飞叹息 剑鬼的这个雾影突袭 拥有距离的冲刺 是其冲击力和破坏力的来源 但同时也是他的缺险之一 试想这样一段的冲刺 又不是顺移 无论移动得再快 其实也快不过面对面的 伸手捅出的一刀 在第一次遇到此招时 超高速的移动 两秒的消失的确让人有些防不胜防 但是在经历了这一次 对此招有了戒备之心后 对于顾飞他们这类人来说 已不像第一次那么可怕 这当中就要看 剑鬼如何调整 如何预判 以及如何运用好那消失的两秒钟 而这些都是经验 是技巧 是顾飞用了二十年的系统学习 和累积才具备的素质 对于剑鬼 这个只是耍了一个 又一个敲打鼠标和键盘的网游 哪怕是耍了二十年 顾飞也并不会觉得 他和街边的脉葱大婶 会有多大的区别 只看断水剑的动作 顾飞就知剑鬼这一招出去 并不乐观 断水剑乍看 旨在关注顾飞 事实上 他丝毫没有漏过剑鬼的举动 此时顾飞甚至发现 他一开始选的这一站位 似乎就是为了 提防剑鬼的这一击 此时剑鬼一动 他已跟着再动 准确 即时在剑鬼冲刺阶段 他连跨出了两步 简洁明了地 躲到了街道边的麻袋堆后面 剑鬼是躲在这些麻袋堆后面 搞得伏击 眼下断水剑 却也用此手段来延缓剑鬼的攻击 此时剑鬼的眼中已经没了目标 他在走两点之间最短的线段 只能是撞到麻袋上去 如此必须走个弧线或是走折线 移动距离已经被强制延长 断水剑有了更多的时间做下一步 更有可能的是 剑鬼因为跑了太多路 到达断水剑身边时 发现技能已经结束 那就更加悲剧了 不过这种比较低级的食物 不至于出现在对游戏技能掌握 炉火纯青的剑鬼身上 看到他依然在冲刺 顾飞相信技能时间是足够的 消失冲出转角 从他身侧攻击 这是剑鬼心中的念头 然后他没想到的是 就在他准备做出这一步时 那堆麻袋突然一个个滚落下来 靠 顾飞忍不住 喊了一句 他没想到 断水剑还会这么做 顾飞是专精于格斗中的各种变化和技巧 而断水剑这下是朴实的利用了周围的环境和道具 这点顾飞一时间 只没想到 剑鬼显然更没料到会是如此 那突如其来倒塌的麻袋 险些没把它压了 匆匆朝旁一闪 又浪费了移动和时间 在想折回时 看到满地的麻袋的 靠在墙根还在和他拉距离的断水剑 剑鬼遗憾地取消了技能 他知道 技能时间已经不够杀到断水剑面前了 快躲 顾飞连忙大叫 他没想到 剑鬼取消了技能后 竟然连动也不动了 话音未落 断水剑手中的短弩已是寒光一闪 在做出这么举动的过程中 他这只举着短弩的右手 始终保持着稳定 在剑鬼停顿的一刻 他已经做出了攻击 剑鬼的闪躲只是近紧人事的移动 当然 没能闪过这一击 他掉头就朝顾飞这边撤来 脑门还插着根短剑 顾飞长出了口气 他制造秒杀 剑是秒杀都成习惯了 当中了断水剑 这剑就立刻玩完呢 此时看来他的攻击 似乎没有这么犀利 躲到一边去 顾飞把剑鬼推到了一旁的 马带堆后面 剑鬼只觉得很郁闷 却知道自己帮不上什么忙 当年的堂堂网游第一高手 却发现在游戏中 有着自己都无力插足的高手领域的对抗 这是何其痛苦 痛苦的剑鬼缩回麻袋背后 连脑门上的剑一时间都忘了拔 断水剑依然站在原处 对于剑鬼 他似乎没有赶尽杀绝的意图 他的弩重新指向了顾飞 左手也重新扶上 遮住了右手食指 喂 这时队伍频道里出现了陆柯的声音 要不要帮忙啊 陆柯是盗贼 会前行 他其实也站在这街道上 只是在比较远的地方观看着 大家的原计划是帮断水剑忙的 现在确实反过来了 真是太伤人自尊了 剑鬼的自尊的确被狠狠扭杀了一把 不过顾飞这依然从容 你看他现在需要帮忙吗 不是说他是说你们啊老大 陆柯说 别捣乱了 让他专心应付 剑鬼连忙说 这断水剑 弩 还指着顾飞呢 这家伙还在这儿和陆柯聊天 加油加油 陆柯苍白地喊了两声 开枪啊 你为什么不开枪 顾飞此时摊着手 问断水剑 瞬间一动呢 你为什么不瞬间一动 断水剑问顾飞 他可没摊手 弩坚定地对着顾飞 你猜 你猜 顾飞说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使用 提高了熟练度的瞬间移动 目前的极限距离 也不过是六米 然而 断水剑 现在距离他 却足有十米 不是顾飞不想用 是用了 也不能彻底进身 不过 看来断水剑 也料到这是顾飞的最大王牌 在小心 提防着 那么自然 更不能让他看穿自己的心思了 你猜的答案 显然 刺激了断水剑一下 瞬间移动 这技能 没有流通 而这类高阶技能的资料 官方也是 一如既往 捂得很严 这技能的移动距离 冷却时间 断水剑 一概不知 所以 真吃不准 顾飞究竟是什么原因 迟迟 没对自己使用 说起来 你不开枪 难道是因为 你没子弹了 顾飞忽然道 你也猜猜看 断水剑以牙还牙 心下却是一惊 因为 顾飞的确 说中了他的心事 他这把 六级连弩的构造 和左轮手枪是一个原理 一个 可装六枚短剑的旋转剑匣 在每扣动扳机一次时 会有一根短剑 自动从匣内弹出 挂于弦上 而这弩的弦一共有六根 每弹一根射一剑 刚好够六次使用 而六次用完以后 弦要重挂 剑匣更是要退出来装剑 操作比普通弓箭手们 搭剑就射要麻烦多了 此时已经用掉了三剑 断水剑没想到 顾飞这么难缠 方才那种距离 两剑都没能准确命中 说起来 他这装备的攻击也不怎么高 好在对方只是个法师 配合着技能使用 应该足够杀死他 狙击 这个技能在使用后 剑速和伤害都会有大幅度提升 断水剑此时 都有些后悔 开始有些拖大 第一剑顾飞指示 显显毙过 如果当时就用上狙击 很可能就已经命中目标了 而之后的两剑 他依然没有使用 却是在顾步一阵 他明白顾飞是高手 再经历过一次 对这种速度 就已经有了适应 他想让顾飞更习惯一下 然后把突然提速的 这最后三剑 称为绝杀